我以为她现在对我和女儿好 是为了弥补我们 想重新回到这个家 开始我还觉得她是改过自新了 可没想到是为了骗我生二胎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 又没人给我们带 我是承受不住的 我现在只想和她和女儿 好好地过日子 有个安稳的家 以前我是不懂事 离婚后我也很后悔 现在我尽我所能 弥补她和女儿 年前我和她说生二胎的事 她也同意了 女儿也没反对 怎么回了一趟娘家 过了年就全变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掌声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李先生42岁 来自南京司机 有请李先生 有请 黄女士35岁 来自南京个体 有请黄女士 有请 欢迎老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这位是 前夫 前夫 这位是 她说前夫那我只能说前妻了 什么叫只能说 那在你心里是什么 还乐你看看 她在我心里一直是老婆 一直是老婆 应该有孩子吧 有 多大呀 十二岁 十二岁 结婚多少年离得婚呢 结婚十三年 一五年离得婚 有五年了 离了五年了 就是结婚第八年的时候离得婚是吧 那今天来这儿是为了复婚 还是为了什么呀 干嘛呀 本来我们是想年后选个好日子 二零二零年 二月几号准备去复婚的办理 准备复婚 疫情影响我们就往后延迟了 然后呢 就是在家嘛 她又跟我说要生二孩这个事情 这件也是大事 所以跟父母经商不同意 后来就落得很不愉快 生二孩为什么要跟父母协商呢 对啊 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 她会要跟父母说 生二孩要具备很多条件 不是你说生就要生的 这个当初为什么离婚呢 当时应该也是怪我 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 我那时候工作呢 也是刚刚开始稳定 因为我是一位专制司机 在给老板开车 那时候给老板开车呢 精神也是比较紧张 每天只过着工作 那时候可能对家庭照顾的 可能会少一点 所以说有时候回去晚的话 她就跟我抱怨 跟我吵 因为平时工作忙 反正说也有心情不好的事 回家她再跟我吵架的话 那也就是我也跟她吵了两次 她就跟我提离婚 那个时候说年轻气盛了 我说你看如果能过就够 不能过那就离了算了吧 当时也是就气话 夫妻离婚 那这个离一五年期间 两个人是一个什么生活状态呢 是离婚不离家呀 还是离了婚也离了家 我们离婚了也离家了 后来我把她点出去了 她呢 她老家是私红的 她家农村的嘛 穷一点 她家兄弟五个 她是老小 她母亲三岁的时候就不在了 她父亲一个人 把他们兄弟五个姐妹拉扯大 挺不容易的 等到她结婚的时候 她连一片蹭瓦都没有 然后 您是哪人啊 我南京人 就是南京人啊 对啊 然后我们自谈的恋爱 在南京工作时候认识的 谈了两年 后来呢 我就说她人 农村人挺土石的 也挺能挣钱的 对吧 也挺好的 我心想嘛 找一个这样的人 过日子会比较稳妥一点 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对吧 对 后来呢 我说 你家没房子 那就我们家有嘛 就我妈就是给我一套 腾出来一套房子 给我们结婚用 什么酒席也是我们家操办的 他家条件不好 然后呢 就兄弟姐妹 七大姑八大姨凑凑 凑个两万块钱 补充家里买一点家具 家电什么的 也就用掉了 他结这个婚 你说还讨巧 就两万块钱 就把我搞定了 这个不是说讨巧不讨巧 你说你以后日子嘛 我们家人指望说 你以后日子过得好了 以后我们什么都是你们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要这么一说呀 我豁然开了 为什么没付 要提妇婚生二娃 要跟自己的父母说 是这么个情况 你有点像倒插门是吧 这有点像倒插门 有点像 那女儿谁带呢 跟谁过呢 跟我 这五年期间还有来往吗 夫妻之间 就是给生活费的时候 联系一下 平常基本上很少联系 各自忙各自的呀 那怎么就想着复婚了呢 小孩那次是 搞学校庆典 老师要求 父母双方都要到场 我就没办法 我就硬着头皮 你知道一喊他父亲来 我就头皮发麻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从来不求人 所以没办法 他小孩子闹 说这样子难看 说老师万一知道 说家庭不和谐 对我的 对小孩的这个环境 读书也有影响 所以呢 我就说那好吧 我就把他也喊来了 喊来我们一起去参加 小孩子的这个学校庆典活动 活动结束了以后呢 就孩子挺高兴的 就拉着爸爸 说我们一块找个饭店吃饭了 吃完饭了以后 又开车送我们回去 然后又在家里面 给我们孩子 湿道湿道弄弄搞搞 这孩子呢 就偷偷地跟我说 妈妈 他说能不能让爸爸 今天晚上不走了 我的天啊 我说这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我很火呀 我说这怎么可能啊 我的错 然后他就讲 妈妈我跟你讲 让爸爸睡我的小房间 姑娘是懂得保护你 我跟你睡 我说这样子不行啊 他讲 妈妈这样有什么不行的呢 没事 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 虽然你们不在一块儿过了 但血缘关系还是在的呀 对吧 后来我就 看他孩子挺高兴的 我也不能扫他的信 后来呢 我说那好吧 就一次哦 他说好好好 然后欢欢开开心心地 跳到外面跟他爸爸讲 爸爸你今天可以不走吗 爸爸说 好呀好呀 高兴得屁起屁掉 我跟你讲 就不走来 就呆在这个地方来 那我怎么办呢 小孩我也说不过他 小儿嘛 我只有尊求他的意思 好的 就这样子 然后就 一来二去的 经常帮我 接送小孩 很主动 回来帮我搞个 家屋 拖个地 洗个碗什么的 他主动地烧个菜 还表现一下子 什么叫表现一下子 一开始不都是我 做家屋 做饭的一个东西吗 你怎么还翘尾巴呢 因为我就喜欢照顾家庭 主要做饭 喜欢照顾家庭 怎还离婚了呢 这是他跟我生气的嘛 他为啥跟你生气呢 就是那时候 就是有时候老加班干嘛的回去 加班干嘛去了呀 加班因为那时候在 你说给 他加班是喝酒去的 他俩是加班呀 他捡着虎的人 那虎子到铁上来了 你看到了 加班干嘛去了呀 那时候就是给老板开车 老板开车呢 他有就说一些工程上面的事情 像我上班的话就是 早上有点 晚上下班就不知道 你是陪老板一起喝去了 还是给老板开车去了 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 问你呢 有时候老板推不开 就是老板喝 老板能推开的话 就我喝 你就陪老板应酬呗 是这意思吧 是是这样 那你就说实话 他天天应酬 我给你讲 一个星期 最起码四天不来家 我给你讲 懂了懂了懂了 那等于就这样一来二去 在女儿的这个关系之下 或者叫面子之下 这个曾经离异的夫妻 又开始尝试着看 能不能在一起生活了 对 因为这三年当中 我也试图努力地在寻找过 你倒是坦诚 对啊 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很开放的 对不对 合适就大伙过日子 对啊 我与其跟别人 磨合大伙过日子 还要重新来 浪费时间 浪费感情 那不如就这样子 明白明白 就原厂的拉回来 休不休不得了 是吧 我说你要是改好了嘛 我就原谅你 还得 在一起过日子 再组成一个完整的价 给孩子一个好的交代 不是也几面吗 对不对 问问您 你离婚之后你闲着了吗 这个我没找过 别人要给我介绍过 我也没看过 本来我们离婚 也不是说感情破裂离婚 但是我们是赌气离婚 但是我心里面 还是一直爱着她 爱着女儿 就是你的意思 守身如玉守了 三年多男人 是这意思吧 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上班有点 下班没点嘛 就是说 我一般正常 每天都上班 星期六星期天 有时候也不闲着 对 老板的事情 就是说周一到周五的话 就是正常给老板开车 去谈谈客户干嘛的 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话 老板娘她也是带着她一家人 有时候出去到 郊边游玩的时候 也是我开车 后来有一天 这个老板娘就问我了 说你这个每天上班 时间这么长 周六周日又不休息 说你不要陪陪家人嘛 我那天一哈就说漏嘴了 我就跟老板娘说 我说我现在就是说 单线 分开了 后来老板娘也就 觉得我人还可以吧 她就后来就 好像给我打听了 这方面 她问我有没有心事再找 我说我 我本来是 已经有老婆了 也有孩子了 我说我现在 也不想找这些事 所以我就一直 没有谈到这些事 老板对你也不错 很多人上班 刚开始上两位的时候 就干不下去了 我就是干半年了 他有一天 单独老板请我吃的饭 像朋友兄弟一样 聊天那样的 老板主要看他人老实 然后呢 平常一些小事呢 都指望他去 给他打理掉了 对 我为什么理解 一喊他 他就去了 他从来不推脱 我说对 我们跟小孩出去玩完 就要走魔了 对啊 老板一个电话来了 我去加班了 高兴地走走了 把我们俩往那一丢 有时候我们包上场 买东西买得好好的 他接个电话 哎呀 我妈要走了 我就不送你们回去了 就把我们俩拉带了 所以 我也想陪着你一个女儿 周末做肉去逛逛 去吃吃饭 一家人不是挺好的吗 但是老板他打电话来 那人家为什么要 加我工资呢 对不对 其实现在就是 他的职业性质 他的名称叫司机 其实我们在职场 都知道他现在 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陪酒员 家政服务员 保安 党头和司机 老板最相信的亲信吗 这几个月在家带着 他跟我讲要生二孩 跟我讲的生二孩 好多好处 其实当时我已经心动了 我已经心动了 但是我又过那两个 在家待着闲着没事 你要生娃呀 你真是还洗脑 你知道吗 我都心动了 我都心动了 但是你说再生一个小孩 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 都是要去考虑 很重要的还知道了 不是你今天说 这明天就能那个的 还知道了 闺女想要吗 这个事情 我就单独跟闺女聊过了 我说你看你身边 好多小朋友 家里边都有什么 弟弟妹妹的 我说你想不想 闺女多大呀 十二岁 大一点 后来我跟女儿这样说 女儿说那也好 不管有个弟弟妹妹 也可以 也可以 行吧 就长大了 也多个亲人 我还有问题要问 苏北地区确实经济 不如苏南地区那么发达 家里那些亲戚什么的 你们走动得好吗 走动也走动 我们分年过节会回家 就是平常呢 你看哦 他三个家的时候盖房子 你说你没钱 就不要盖三层楼 两层楼 你盖三层楼 你盖个平房算了 对不对啊 我的错 跑过来借钱 自己家兄弟 你说你不给他一点 不接他一点 自己过不去这个面子 我们也是城里面人 这面子拉不下来 你说五百不得吗 弄个三万 那次弄三万 对不对 借条还在这个地方 对吧 你搭个家小孩 结婚的时候 你说 你说弄了一万块钱不 是不是 每家都两个呀 一儿一旅 他们那边都是这样子 一儿一旅 搭结家的小孩 去年过来了 是不是找的银行的工作 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 带他找的 你说的这个 不花钱啊 这些东西 是的 我的错 你知道他为什么 跟老板那么死心塌地吗 为人忠诚 踏实肯定 为什么他跟你逛着 接老板娘 或者老板打个电话来 用你的话说 他就走了 为什么 他敬业 我 有一个词你要记住 事未知己者死 老板尊重他 老板没把他当乡下人看 这也是 老板把他当自己的兄弟看 至少老板表现的是这样 老板单独请他吃一顿饭 对他来说 那是别人看得起我 你从嫁给他开始 你看得起过他 你告诉我 咱就别说这婚付不付 孩子生不生 你现在看得起他吗 你可别说 哎呀 我再跟其他人磨合 我不如把原厂的找回来 修不修不就凑合了 说真话 我们家人没看起过 你看得起吗 一直没看起过 我就在纠正他们 说明我还是有点看得起 因为我们要过日子 我还是有点看得起 因为我们要过日子的路 还很长呀 好 好 好 我要搬我父母呀 所以现在问题就出来了 复婚对吧 住哪儿 现在我们如果复婚的话 自己首付也可以买房 攒了不少钱啊 老板知道我离婚的时候 他第二年就给我加工资 一直加到现在 每年给我的一些红包 也都还可以 所以这个我又没跟他说 我要跟他说的话 我又不知道他家里面 会买多少包包 你说的这个首付买房 是指在南京买的吗 在南京可以 出了什么马群啊 出了扑口那边了吗 还是都在这里头 这范围内啊 除了四中心的话都可以 这就厉害了 南京房价现在很高的呀 可以啊 这个我没敢看到 因为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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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出去 生一个 养得了吗 大小姐 养不了啊 就是为了养不了 这个发愁啊 我跟你讲 家里人不同意 不不不 首先没人 现在不需要家里人了 可以买房了 腰杆硬了 你知道南京房价很贵 我知道 他只能付三层 两层的首付 对不对 再还嘛 这还要贷款 还要借银行的钱 这压力大如山 我是不能欠人家钱 这个日子没办法过 这个我都考虑过 小孩以后还要上学 行 别吵了 最后问一个问题 我能考虑不到自己的东西 你考虑过以后吗 怎么可能考虑过 最后问这么一个问题 生小孩以后 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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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不吵 来 要老婆 要儿子 挑一个 要老婆 要儿子 那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 肯定是要老婆 肯定要老婆 算你脑子清楚 算你脑子清楚 你这问题可就难了 特别特别难 要爹妈还是要老公啊 我从小比较听我们家父母的话 要爹妈还是要老公啊 我当然要爹妈了 这就是我意思 这老公可以慢慢走 对不对 男朋友可以慢慢走 这妈 爹只有一个 对不对 你怎么能让我不要妈 要老公 再老公 所以 你看 我们俩翻开过到现在 你们没找到合适的 没有 你不早要顾到现在吗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 不是说你们婚后 不照顾你的父母了 我刚才那个问题 我就想知道 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父母到底起多大的作用 这个用来是判断 你们在生二娃的时候 父母的意见到底占多大 现在我知道了 答案确实要到了 您别起急 还有您 弄清楚那个问题就行了 老婆是根本 没老婆就没儿子 是不是啊 是的 所以先得让老婆气顺了 你招什么急嘛 人家都动心了 自己一着急把事办坏了吧 你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我们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男士 我非常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前妻 她坚决不同意要二胎 你还会考虑复婚吗 复还是不复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答案啦 能回答吗 很重要 他坚决不考虑要二胎的话 我也还是跟他复 这个我心就放下了 真的复婚归复婚 要二胎归要二胎 要二胎它不能成为复婚的一个重要原因 和重要条件 从男人的角度我和你说 你操之过急了 同时也要尊重你前妻的选择 再说了 他今天极力反对要二胎 他并不代表说 明天依然是反对要二胎 这需要你不断地努力 让他感受到 你对他那一种 重来的爱 因为复婚就是幸福的重来 爱的重来 你把这一个彰显足了 我想有些问题 你懂得我也不说了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郭红老师 来 韩老师 大哥你这算盘打得也够精的 两边都在打算盘 女方是明算盘打 要二胎嘛 这个我爸妈不同意 这个钱怎么来呀 养孩子很贵的呀 我的生活不能得到保证啊 对不对 你将来我们要再 要更大的房子 你也买不起啊 这个是他明着打算盘 家里面只是让你看到了 你现在就能够 借着大家的情绪认为说 人家对方看不起我 我是乡下人 也逼迫女方说出这样的话来 难道你没有打算盘吗 你内心没有小小打算盘吗 他内心那个按算盘打的呀 就是还甩过给别人 你看大家都这样 人家现在都是二胎嘛 给孩子也讲说 你看你们现在周围同学 都有弟弟妹妹 你这也是在打自己算盘 然后呢 家里面也给你压力 因为你的哥哥姐姐 家里面都是两个孩子 我刚听明白了 老家都有这样的习惯风俗 然后呢 你这就是按着打算盘 然后呢 笑咪咪地在玩大男子主义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 生二胎的工具的话 我觉得这个婚还是不要付 女方一定要听清楚了 如果她拿你当 生二胎的工具 我觉得这婚是没有必要付的 先爱这个人 先决定为这个女人负责 到那个时候 她觉得该为你生了 双方商量着生就好了 我觉得坦诚很重要 谢谢韩老师 谢谢老师 严老师 你们俩之间要说 谁爱谁更多一点啊 可能今天来讲 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还有一些 但一定是女方比男方多 你看刚才 余老师问你说 不生二胎复不复婚 你在这儿翻来覆去 说了至少三分钟 说复吧 一点都不坚定 你是把二胎 放在了一个重要的条件上 这女士一直说 哎呀我们这个爱面子嘛 我爱面子嘛 所以这个怎样怎样 其实你们俩之间 真的是你爱面子 你所谓的说 老板请我吃顿饭 把我当兄弟了 我有了价值感啊 所以她随叫随到 所以我陪着老婆孩子 超市买东西 我把他们扔下 我得去陪我老板娘去 买东西去 这是敬业吗 我不认为是敬业 再敬业的人 也有休息的时候 也有对家庭负责任的时候 你始终把你个人的价值感 放在第一位 你是要成就你自己的面子呀 我从山里来 我得到老板器重 我的收入在增长 我娶了城里人 我生了女儿 住了大房子 今天想复婚了 生个二胎 你更成就了 工资收入也多了 自己还能付首付了 但拜托你想想 你对这个女人的爱在哪里 你不能只提需求 不提情感吧 所以我希望先生三思 我不反对你努力工作 不反对你要独立 不反对一个从 真的乡村走出来 在大城市立足的人 拼搏向上的这个斗志 但是我们要成家 我们要结婚 一定是情感是最基础的 你到底爱她几分 这个女士吧 是嘴上挺厉害的 但真的是个纸老虎 人家一球二球 不用三球 你就什么都答应 我觉得生二胎 真的不着急 你还是要想清楚 你是个务实的人 你是爱面子 所以你找着这样一个男人 你认为他会给你面子 听你的 因为他是外地人 他会尊重你 不是这样 夫妻之间永远是平等的 情感上永远是平等的 即便最初你年轻漂亮 经济条件比他好 是本地人 这些在长久的夫妻观众中 都不会再成为优势和法马 唯一的优势 是我们有多么愿意 真心付出 是我们给这个家庭 做了多少贡献 如果你真的看重他 想要和他复婚 我也希望你给到他 更多的尊重 包括改改自己的脾气 好吗 二胎事放一放吧 先把两个人感情处理好 谢谢老师 许总 我觉得问题非常大 第一 你们清楚为什么要重新在一起 女生明明已经不爱男生了 肯定不爱啊 听到她的名字就头皮发麻啊 问到底是你父母重要 还是老公重要 当然是父母重要了 你这阶段 这三年也没有闲着也在找啊 说明其实你从以往的感情当中 已经走出来了 正开始这个新的未来 为什么突然要加人纸呢 为了什么 为了女儿 对吗 你的幸福 当然女儿是可以给你很大的满足 但是真正自己的幸福 一定是靠自己去选择 自己走自己应该去选择的路 对不对 闷心人问你还爱这个男人吗 当然她是你女儿的父亲 女儿希望有父亲的存在 是可以理解并且支持的 但是你需要她作为你的老公 未必吧 还谈什么二胎 你爱上这个男人了吗 没有 同样 这个男人也没爱上这个女人 余老师问你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犹豫呢 你是不是就想再要一个孩子 我大胆地揣测一下 为什么想要 因为你后悔这几年五六年 错过了跟女儿相处的这个时间 你希望再重新来一回吧 不好意思 后悔要是没有 如果你真的想重新走一回的话 拜托 拿出你的诚意 去追这个女人 所以现在不要谈复婚 就谈你还能不能追到她 你是不是爱她 不要喂孩子 如果是这样 仅仅喂孩子 错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俩都应该冷静下来想一想 对面的这个人 值不值得自己重新爱她 有没有信心能够跟对方继续走下去 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绝不是为孩子的 也绝不是为你的私利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徐总监 好 谢谢徐总监 想清楚 你一定要想清楚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可能以前我是 对这个人的生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来 请关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